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幫阿貝點贊訂閱還有分享這支影片出去 阿貝會陸陸續續的新增更多的攻略影片來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們先來到這個設定裡面 你剛開始玩的時候阿貝建議說先把這個自動抓蟲給關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張的封印卡對平民玩家來說都是財富千千萬萬不要浪費掉了 然後在設置這邊就可以來選擇說你想要抓的寵物打勾就是你想要抓的 沒打勾就不會抓 好那再來這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首先就是說我們要先去提升一下 我們抓寵物的這個機率 封印的機率 才不會說封印下去失敗了那就浪費一張卡片 那首先呢 補課的玩家可以先來點冒險者手冊 去提高這個 冒險者手冊的等級呢 就可以去提升封印寵物的成功率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那建議說呢 一開始的玩家先都囤著封印卡 然後呢 至少是先練到4級 然後就可以去獲得到 4%的一個成功率 之後呢 再去抓蟲 那要怎麼樣去提升這個 冒險者手冊的等級呢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去這個大地圖 然後去完成每一張地圖的探索 那探索呢就是去解下面的任務什麼傳送點啊走過去就可以開啟了 然後探索點也是一樣 走過去 然後愛心任務跟挑戰任務 就一張地圖全部解完 你就可以獲得到100% 然後獲得到很多的這個 冒險者手冊的這個經驗 先提升到4等之後 再來去抓寵物 好 再來如果你是有課金的玩家 很重要 平命玩家 這一包一定要課 等一下我找一下 有一個月卡 月卡好像不是放在這是不是 有啦有啦有啦 是不是 這裡 我看一下特權卡 這個超級重要 小的月卡 魔力契約月卡 那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除了可以獲得到這些鑽石魔幣等等之類的這個不用說嘛 最主要就是 寵物封印成功率額外加成20% 有沒有 這超重要的 這超重要的 所以說 你一開始那個銀直封印卡 千萬千萬不要浪費了 很虧啊 很虧很虧 對不對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封印的機率 例如說我要去封印這個漂浮炸彈好了 我如果沒有儲值 那我封印的成功率就只有47% 加這2% 這2%我不知道算進去了 應該算進去了 那 我現在 有儲值那個封印卡 加成20% 這差很多耶 對不對 這個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說 千萬千萬 不要一開始就隨便去抓 你會虧很大 好再來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什麼樣的寵物呢 是值得我們去抓的 那我們就從一個地區一個地區來帶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法蘭城這邊很多金色寵物通常都是靠活動或者是課金才有辦法去獲得到這些金色的寵物 那金色寵物一定比較強嗎 不一定 有些金色寵物呢 也是很雷 很爛 像這個 插金 插金系列的 這個表現呢 比較差強人意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像 法蘭城這邊呢 值得抓的寵物有 漂浮炸彈 那漂浮炸彈呢 他是魔寵 如果你喜歡魔寵 那這個開局沒多久就可以去抓了 那麼強度呢 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這個魔寵來說還算不錯 再來法蘭城東這邊 還有 這邊有這個 術金可以抓 那術金呢 強度也算不錯 而且呢 如果你是傳教士的話 那來抓術金 是非常適合你的 因為他這個被動技能 每次受到治療 給血量百分比最低的友方回復12%的一個最大生命值 這個回復量非常非常的多 等於說只要補到他 然後他又可以順便去補友軍 非常的好用 尤其你是傳教士的話 好 再來我們繼續看下去 法蘭城西這邊 基本上沒有什麼好用的 大地鼠 好懷念 可是 說真的 在這款遊戲 你要談論什麼輸出還是要談論什麼什麼強度等等之類的 前提都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要能站得住 對要能站得住 那像大地鼠呢 就沒有我們剛剛的那個寶石炸彈好 為什麼因為他的強度 就輸太多了 他的強度他的體力 基本上呢他站不太住 站不太住你的輸出都是空壇 都是空壇 好再來下一個 Ear 大家最熟悉的黃蜂 我以前用那個黃蜂用好久打起來超爽的 乾坤 那這隻寵物呢 也是一樣 沒什麼用 在這邊沒什麼用 速度很快 基本上你看到速度很快他的強度就 就比較偏向一般 這款遊戲 這個魔力寶貝世界比較不一樣 新世界比較不一樣 對所以說 你看到他這個體力跟強度 非常的低 等於說什麼 他被打兩下就趴了 你就不要談 討論他的這個什麼 攻擊力 沒什麼太大用處 好再來 這邊 還有一個值得來培養的 寵物呢 就是我們的液態史萊姆 那我認為呢 他算是前期的一個PK之王 你看他的這個血量非常的高耶 有沒有 45點強度也有16耶 對不對我們剛有提到說 要先能坦得住 再來坦輸出嘛對不對 他的這個 體加強度 數值就來到61了 然後呢 他的被動還非常的厲害喔 受到物理攻擊的時候 有50%的機率 給血量百分比最低的友方回復 25%的最大生命值 25% 超級多的 所以說 這液態史萊姆呢 是前期非常好用的一個彈寵 非常非常好用 好再來 然後 這一些 數值比較低的寵物 我們也比較容易獲得到這個專屬的被動技能 那這個被動技能是要5檔以上 就是5檔4檔 4檔是什麼 5檔4檔 3檔 2檔1檔 才會有這個技能 6檔的話就沒有 通常就沒有 應該就是沒有啦 所以說我們就是 要去獲得到5檔以內的寵物 這些是比較容易去獲得到的 像什麼液態史萊姆 樹精 然後還有我們剛講到的這個寶貝炸彈 他們都是比較容易去獲得到5檔以內的 那 越後面的寵物呢 你要去獲得到5檔以內的就越難 好在這邊 值得抓寵物還有 殭屍跟冰冷樹精 但殭屍我是 覺得還好啦 有更好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腐屍 不過呢 我們先講一下為什麼他好用 他好用也是一樣他有一定的這個強度嘛 再來他的力量也不錯 所以說他整體的輸出也不錯 那這裡可以看他的這個 被動技能 那這隻的好處在於說好抓 然後他是不死戲 不死戲呢對這個 玩家 打下去會有個加成的一個傷害 所以說呢在打架的時候非常的好用 那因為他的速度比較低嘛 所以說攻擊可能會被對手給閃避 不過沒關係 他就可以獲得到一個 必殺率提升60%的一個增益狀態 持續兩個回合 所以非常的好用 那個第2下8下去 哇那個打到超級痛 超級痛 不過呢 比較好是去抓我現在在抓的這個腐屍啦 這我們等一下再講 還有在就是不錯用的還有這個冰冷術精 那冰冷術精跟剛剛術精比起來呢就是 防禦比較弱 但是他的魔法 傷害比較高 他的這個魔法值比較高 就打比較痛 那這隻也是可以 這隻也是可以 就看個人喜好 好再來還有值得來抓的寵物 我看看 水龍蝦 奇怪 那我的這個腐屍怎麼在這個 這麼下面 腐屍應該是比較早會去遇到的 我現在呢就在抓這個腐屍 這個腐屍 比殭屍強很多 對不對 比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殭屍 他等於是那個 殭屍的上位版 然後呢 非常厲害 前期可以用到很久了 這個腐屍 打架超級強 數值又高 比剛剛那個殭屍數值高 高很多 不過呢 他有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很難遇到 很難遇到 有沒有看到 出現頻率極低 我已經在這邊掛兩個小時了 我一隻都還沒有遇到 所以說 這個就很難抓 如果你不想要 抓的這麼辛苦 那就可以來抓一下這個 屍屍鬼 殭屍等等之類的 強度呢也是相當的不錯 也是不錯 他也是一樣就是 攻擊被閃避 可以提升暴擊率 我發現 這一集要講到的東西很多 好 那再來 這邊 還有好用的寵物 就是我們的水龍蜥 這個水龍蜥應該算是最熱門的一個 寵物了 因為他的坦度 極強 這邊可以看得到嘛對不對 他的坦度極強 不過呢 他要出5檔以上的機率很低 我在陸服抓了一個月 一個多月 大概呢 只有抓到一隻5檔的 所以說 非常的難抓 非常的難抓 然後他整體的力量也是相當不錯 然後他的被動呢 又可以帶這個 減傷 有沒有受到的傷害減傷 這個都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技能 那我們剛剛講到要先 坦得住 再討論輸出 所以說這個水龍蜥就非常好用 好 再來我們 再往下帶下去 那就以這個 重點寵物為主好了 不然每一個都講的話 可能要講到很久 好啦 再來我們常見的這個螳螂 這個螳螂呢 嚴格來講 還算OK 及格的一個邊緣 但你要說他到很強嗎 其實還好 因為 怎麼講他的強度就是不高 強度不高他就是容易被打死 被打死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更何況我們的主角通常都比 寵物強 那就會希望說寵物是坦一點 至少寵物要坦一點 讓我本尊可以站比較久 對不對可以去輸出 所以說 螳螂的話呢 只能勉強堪用 堪用 但是沒有到很強 都蠻可惜的 這也是我以前 玩魔力寶貝 最喜歡用的寵物 怎麼感覺到 魔力寶貝 在新世界之後呢 他這個OP的角色呢 都不太一樣了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剛剛講到說 水龍蜥很強嘛 對不對 水龍蜥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個 喪屍類的 喪屍類 還有我們剛那個魔力寶貝炸彈 寶貝炸彈 還有樹精 還有液態史萊姆 這幾隻是比較 前期好用的一些寵物 好再來我們再帶大家往下面看下去 這邊加納 加納這邊呢 就會出現一個 非常萬用萬用就是很常見到的一個 寵物就是木乃伊 這個木乃伊 就是也是不死系 然後打人形的單位呢 是有傷害的加成 再加上呢 他本身的這個速度 非常的低 速度低就強啊 大致上就是概念 而且他整體的加成非常的高 有沒有看到 他算是這個喪屍類 喪屍類裡面的一個 翹楚 但是呢 要抓到他的話也是不容易 出現率也是極低 很難抓很難抓 光出現就很難了 更何況你說要抓到 無黨以內 那個是比登天還難 所以說如果你有抓到滿檔的話 哇 恭喜你 薛海 薛海 那總而言之呢 蜥類的都還不錯啦 就什麼水龍蜥啊 火龍蜥這些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整體 寵物本身就夠坦嘛 然後再就喪屍類 喪屍類的強度也是相當不錯 再就是液態史萊姆 樹精 還有漂浮炸彈 再來這邊還有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 夏衛版的 就是比喪屍再更爛一點 但是他的強度也是相當不錯 就是骷髏系 骷髏系他的強度特別厲害 那在前期他的坦度是 比水龍蜥再更上一層 因為他的強度高 前面比較看防禦 看強度 但是到後期 就 比水龍蜥還爛了 就比水龍蜥還爛 骷髏也算是個 相當不錯用的 過渡寵物 不過呢 他的攻擊是蠻低的 這個就看個人的喜好 他比較偏向是防禦類型的 好再來 還有很常用到的 很常會去看到的 還有這個 亡靈類的 亡靈類的寵物 像 紅靈出來之後 這個鬼靈 就是 風靡一時 那這個已經到很後期的事情了 這個以後我們再說 好那以上呢 就是 剛剛推薦 我們幾支 前期 最好用的一些 寵物 平民寵物 來推薦給大家 最後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像是漂浮炸彈 然後 樹精 樹精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 液態史萊姆 再來還有就是 喪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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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前期抓腐屍是最好 不過腐屍很難抓 所以說 就看說你要不要去抓食屍鬼 等等之類的 先拿來過渡 再看個人 還有再就是 水龍蜥 蜥類 再來就是木乃伊 這些都是前期非常好用 非常熱門的 寵物 還有這個武裝骷髏 武裝骷髏就也比較偏向後面一點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就是亡靈類 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的分享 就到這邊 之後 會再陸陸續續的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攻略影片 今天真的說太多 我本來呢 是想要只說 平民的寵物 開局的 結果沒想到連後面的都說了 好啦 之後會再陸陸續續新增更多攻略影片 那大家記得幫阿伯點贊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 拜拜 好累喔 好久沒睡了 昨天只睡3個小時 我們下集中的